大家好,我是可江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 那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加 人体的更像机能可能都会逐渐的下降 包括免疫系统功能、心肺功能、骨骼健康等症况 此外,长期的生活习惯如饮食习惯、运动量等也会影响个人健康状况 因此,年龄大了,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也就越高 很多人上了年纪都会经常出现失眠、腰膝酸软、腿脚无力 这些症状很多都是心肾不骄所引起的 89岁的老中医推荐 用几种加强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这样吃 就可以缓解心肾不灵、神经衰弱、肾虚 隔山差五吃一次 心肾不骄的症状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个小芋头 老一辈的朋友们都非常熟悉芋头 因为以前生活比较艰苦 芋头都可以作为主食来食用 芋头中富含蛋白质、钙、磷、铁、钾、钾、铭、钠、胡萝卜素、烟酸、维生素C和B组维生素、造脚肝等多种成分 所含的矿物质中肺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具有节齿、防曲、保护牙齿的作用 芋头还能够增强免疫力 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 对于癌症、手术后放射、化疗以及健康都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芋头中含有一种粘液蛋白 在人体吸收后能够产生免疫球蛋白 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 能够达到解毒的目的 芋头含有丰富的粘液造素 以及多种微量元素 它可以帮助机体纠正微量元素缺乏 导致的生理异常 同时能够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故中医认为芋头奶可补中益气 芋头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它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防止便秘 降低胆固醇和血糖水平的作用 所以它特别适合老年人去使用的 还能够降低血压 因为芋头中的甲能够帮助调节血压的 能够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预防并发症 芋头我们去皮后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小块 然后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至三颗的核桃仁 核桃它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风味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逐渐成为了一种广泛欢迎的高蛋坚果 核桃仁它具有非常好的健脑抑制作用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吃 核桃仁含有丰富的亚油酸DHA 是大脑和视觉功能发育所必须的营养成分 含有的微量元素辛、猛都是大脑中脑垂体的重要成分 经常使用核桃仁能够补充大脑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起到健脑抑制的作用 还能够降低血糖 因为核桃仁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有效地减轻身体对胰岛素的抵抗 同时对于恶性糖尿病的风险 也能够起到降低和预防的作用 经常吃能够有效地稳定血糖 核桃仁还含有丰富的核桃油 它含有大量的粗纤维 核桃油能够软化大便 能够润肠、通便 粗纤维能够吸水膨胀 能够刺激肠道运动 从而它可以改变便秘的效果 所以便秘的人群它也是特别适合去食用一些核桃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核桃仁它含有大量的油脂 所以不建议多吃每天大约三颗就可以了 接着再准备20克左右的花生仁 花生它属于一种很常见的坚果类食物 它可以为机体补充蛋白质和上食纤维、矿物质 以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花生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以增加胃肠道的蠕动 可以帮助缓解便秘的症状 花生中含有骨氨酸和天门冬氨酸 有利于促进脑细胞的生长 可以增强孩子的智力 帮助建脑 还能够预防老年痴呆症 所以它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和孩子去食用的 花生还能够降低胆固醇 因为它含有一定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帮助减少血液中的低密度胆固醇 可以起到辅助降低胆固醇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三颗左右的红枣 红枣含糖量它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也不需要过量 大约三到五颗左右 红枣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果糖、蔗糖、低聚糖、阿拉伯糖 维生素、微量元素等 能够增强体质 还能够提高人体抗过敏能力 能够饱肝、护肝 红枣用来泡水、煲汤 对适入化碳所导致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能帮助血清骨饼转安眉的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慢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的血清红蛋白和白蛋白的水平 红枣清洗干净把它剪成小块 接着再准备五颗的枸杞 枸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款很有名的养生食材 枸杞中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和维生素 具有抗氧化 有助于抗衰老和延长寿命的功效 另外枸杞还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B1和钙、铁等成分 这些成分都是明目所需要的营养成分 如果老年朋友经常用枸杞泡水和眼睛疲劳酸射的时候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能够有效地缓解眼睛不适的症状 还有就是出现上火或者是干火万剩 都可以用枸杞来泡水喝 能起到清火降噪的作用 接着我们先把芋头 还有剪好的红枣丁和泡好的花生和桃仁一起倒进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先用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煮上3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30分钟后我们再把枸杞加进来 里面的食材也煮得特别软烂了 枸杞入锅再煮3分钟左右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了 调味的话可以加入少许的红糖或者是食用盐 这道糖它特别适合50岁以上的人食用 对于心神不灵 失眠 健忘 须发早白 肾虚 胰筋 腰膝酸软 都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经常煮来喝的话 还可以促进大脑发育 提高记忆力 预防脑连痴呆症 补肾 液筋 补气 养血 美容养盐 能够延缓衰老 延长寿命 对身体有非常多的保健功效 建议大家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